- 如果大家要來記州島一定要看這支影片 因為我個人覺得我行程安排得非常棒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波波真 現在呢我人在桃園國際機場 這一趟呢我們會飛去記州島六天午夜 吃 爆 記 周 島 GO 耶 欸你看那個門是有這樣子封條貼起來的耶 表示說整理完了還沒使用過嗎 應該是吧 還是要開幾遍 OKOKOK 會不會是要同時啊 欸它門是往外開的耶 很少遇到往外開的門 - 好不好睡大張的床 - 看它有大小張喔 - 可惡 - 我先說了 - 欸 - 我不能接受 - 交換 - 我不管交換 - 好交換 - 好快趕快收收 - 趕快出門趕快出門好 - 好餓了好餓了 - 我們來到東門市場啦 第一個行程就是吃爆東門市場 - 因為我們想要好好的介紹東門市場裡面 - 我們吃了什麼東西 - 所以呢 - 我們會有另外一支影片 - 請大家去那支影片 吃飽飯來看看可以買什麼東西回飯店 - 繼續吃 - 好的 - 我們回到飯店了 - 我們買了非常多的零食 - 超多 - 每一個我都沒有吃過耶 - 試試看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吃 - 今天晚上就這樣子 - 很期待明天開始的行程 - 因為明天開始就有包車 - 開始可以看海啊 - 海邊咖啡廳啊 - 吃很多好吃的餐廳 - 晚安 - 明天見 - 早安 - 這是我的餐餐 - 第一站就是吃 - 季州本館黑豬肉烤肉 - 這間好像就是明星會去的 - 然後不好定位 - 餓嗎 - 餓了 - 但是我要稱讚你今天很漂亮 - 真的喔 - 謝謝 - 老闆娘 - 老闆娘 - 會講 - 不是老闆娘 - 我不是老闆娘 - 這裡最老的工作人員 - 她居然是台灣人欸 - 對啊 我是台灣人 - 好酷喔 - 唉 - 超好吃的 - 所以問題會不會很大塊啊 - 這樣我問你會不會很大塊啊 - 好好吃欸 超好吃的 - 感動的眼淚 - 季州島一定要來這邊吃 - 喔唷 - 超嫩的 - 哇塞 - 才不會掉 - 會不然都掉出來 - 它每一次做的口味都不一樣了 - 都很好吃 - 喔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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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季州島真的到哪裡都可以看到 - 很可愛的橘子 - 可愛喔 - 噗噗 - 吃超飽 -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海邊的咖啡廳 - 啊 - 玩 - 帥 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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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這樣隨便拍都超漂亮 而且你看海的顏色深淺深淺的 我們剛剛沿路都有看到人家頭上有夾那個橘子 然後我們就超想要買的 看到了 我買了禮物給弟弟 春日咖啡廳 春日咖啡廳 嗨 哇 春日咖啡廳這一條街 沿路下去就是海 走出來之後呢 旁邊就是非常有名的 GD咖啡廳 這邊之前GD好像有投資 但現在沒有了 旁邊完全面一大片的海 我覺得在這裡看夕陽很漂亮 它戶外的座位也很漂亮 哇 啊 後面全都是他們的座位 我們現在到步行街 就一整條街都可以逛街 然後很多衣服 挺 但我們的餐廳也在這附近 所以我們先去吃飯 我看到囉 我看到囉 霧行街一進來 第一家就會看到我們今天的晚餐 最棒帝王蟹 裡面有完整的帝王蟹 角角可以吃 哇 好大喔 哇 哇 嗯 真的是螃蟹肉冰沙耶 裡面是冰沙耶 欸吧 呵呵 嗯 好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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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用沾醬 很鮮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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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要說話 你知道嗎 好像不吃 讚讚讚 不好意思 那個店家要我媽媽簽你 那我要簽松茴桥嗎 你剛剛台語都快要講出來了 所以你就是松茴桥 我們剛剛吃成這樣 我們就是一直很好奇說 這樣一餐多少錢 我看到是有嚇一跳啦 這邊是寫說 37萬6 嗯 我們這餐吃了1萬多塊 哇 哇 這麼強啊 好吃蛋 好貴 我們剛剛逛街 沒有買什麼東西 現在已經回來飯店了 明天會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行程 很多是草原的活動 還蠻期待的 晚安明天見 大家 早安 大家 我今天睡得很好很早起床的 激州島的第三天 今天是草的行程 第一站呢 還蠻特別的 激州島漢拿山披薩 它真的把披薩做成一座山 還蠻期待的 接續我們的午餐 我覺得這趟我選的這個司機 他是有導遊證的 真正的導遊 所以他真的幫我們處理超多事情 像我們昨天上餐下來 他也陪我們 我剛剛拍照他就衝過來幫我拿外套 真的很棒欸 我覺得大家來我蠻推薦包車的 你覺得呢? 我覺得可以欸 我現在會講中文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找他 我們進來了 好像才等了十幾分鐘就起來了 然後你們看這個披薩 這就是我想點的激州漢拿山披薩 橘子氣泡水 好喝 不會過甜 我拿到一座山了 而且有火山爆發欸 好吃 它餅皮是軟軟QQ的欸 我不喜歡乾乾脆脆的那種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 烤得超好的麵包 而且味道超香 是好香好香的那種麵包 好好吃喔 好奇怪喔 我們已經聽到那個巴在叫了 這邊的老闆娘很親切 看了好多的羊 老闆娘說 你好好看 好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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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隻畫很多的羊欸 Come on 喔它衝過來 好好摸 是好摸的欸 大家衝過來好可怕 你要撞我嗎 好可愛 好可愛 有喔 是兩邊的嗎 整個草原都沒有人好棒喔 然後我們剛剛發現 只要點一杯咖啡就可以抵門票 然後一杯這樣咖啡到台幣100塊 然後可以坐在這麼舒適的環境 蘿蔔 一盒小盒的也不到100塊 很好玩欸 大家來可以玩 南邊的海 明天呢 我們會去東邊的海 這裡超舒服的 Tenis 2 2 5 2 2 2 很乾淨 下次一定要夏天來 這邊都可以游泳 非常清澈都看得到小魚啊 海參啊那些的 晚餐時間 1. 更冬季 是寂宙島很有名的待遇 那個待遇就是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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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條魚 在寂宙島這邊非常多這個待遇 它的鍋就是很長的 裝這個待遇 然後它有超多的編料 就是也是一堆海鮮啊菜啊這樣子 這刺其實蠻多的 那邊它刺根肉蠻好分離的 味道很好吃 好吃的 很嫩 那一顆 喔喔喔 年糕和好吃 早安 今天非常早起 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今天要去 寂州島的東邊 這個建築物是安藤宗雄設計的作品 安藤宗雄 然後我們要去吃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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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州島的特產就是竹子嘛 然後它裡面好像加了奇異果 嗯 嗯 吃編沙 哦 原口好脆 好脆 是祭祖道居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覺得這間店的東西 不像一般好吃的東西 是吃完馬上就會說 哇好好吃喔 這是一直有好吃的東西 前胃中胃後胃都一直 跳出好吃的感覺 所以我會等很久之後才有辦法說出 好好吃喔 現在到牛島啦 我已經看到我們想租的三輪車了 就是這個車大家有看到嗎 超可愛的啦 它有點緊張 感覺不是很容易 上車 謝謝 拜拜 拜拜 再見 有一點恐怖 但是很像 這是摩托車你知道嗎 對它應該是摩托車 這是摩托車然後 幫我們把它整個遮瑩 變成一個車 是很好玩 是黑手 是黑色 是黑手 是黑手 海超級乾淨的 就真的是有點小可惜下了 超美的 好想踩下去喔 但是可能會數 可能會冷數 - 逛逛這裡的小店 準備 這是果凍 然後它才26大卡 想喝看看 本來是4點半要緩車 但是我們不小心緩過4點半 然後這個車就是有點開不太動 走走走 左轉 全部都剩我 Thank you Sorry for that Bye Bye 5點如果沒搭到這班船 我們就要住在牛島 沒有辦法回激州島 這是我們的車吧 太好了太好了 超級狼狽的上船了 我們剛剛真的很緊張 我回到牛島了 不是 我不要回到牛島 我們要回到激州島了 好感動喔 回來了 橙山日出風的旁邊 看這邊的風景 這真的很漂亮 因為這個是激州島的最東邊 所以這邊看日出是非常有名的 一大片草原接著海 好美喔 好美喔 今天的晚餐的menu很少有不便的 所以真的是點餐不容易 像你這樣看 我就完全不知道怎麼點 漂亮 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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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生氣吧 讚讚 它在第一汁欸 喔喔喔 看起來很好吃欸 好好吃喔 我再看看它的 喔這是辣醬吧 應該是 嗯 你看裡面很多汁 而且肉超嫩的欸 外酥內嫩的 喔喔喔 重點是它每一份都是現炸的 它的果醬呢 有一點點 蜂蜜的口感 淡淡的 香香的 雞子味 手耳也沒有的口味 我本來想說我吃一個就差不多 結果這個我已經吃了第四塊 整盤快被我們掃光了 還蠻好吃的 蠻猛的欸 那炸的口感跟別人的不一樣 我覺得 必吃 今天是利益五天 然後因為我們身上的現金用完了 我們沒有花很多 所以 導遊先帶我們來換錢說 其實他們很熟的 一間餐廳可以看 很可愛 像 好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欸 因為我剛剛本來沒有任何期待 吃太多日本的海膽 第一次吃紀州島海膽 最好 最不正確的 太多 不管 都 很喜歡 我们的舒服还超可爱的 中蕾好嫩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橘子片 然后有烤一点焦糖在上面 当小礼物 可爱 决定再来第二间咖啡品 每一间店都很漂亮很想看一下 然后今天外面还蛮多人在拍照的欸 好喝 激州島最後一個晚餐 我們到了激州島市裡面非常有名的黑豬肉一條街 在那邊有一個門口 然後走進去之後呢 就是四周都是黑豬肉專門店 聽說不會太容易採雷 因為這裡的黑豬肉就是太好吃了 那今天我們要謝謝我們的導遊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謝謝 我開始了 大家如果有來激州島 可以找一個機會 中文很好 多熱心 開車又穩 噢 CMINA說摸肚子會發財 我覺得比較可能會發福 你看他 他感覺就是很會吃的那樣子 雖然我覺得很荒謬 但還是來摸一下 哎呀 黑豬肉一條街 那我們選的就是這個第一家 東北魂 GESSE 中文 PAUL GES 中文文 GES 太好吃了吧 這個蔥菜非常好吃 這個非常好吃 在黑豬肉一條街旁邊有一個souvenir 我們來進來 有沒有畫面 可愛的橘子肥皂 橘子牙膏 我覺得我行李摔不下欸 我只能手提額的 你這個是對網友滿滿的愛 恩 love you 按讚訂閱分享 影片還沒結束 接下去要看完了齁 看看那個韓國的娃娃機會不會比較容易夾到 一次一千塊 他有夾住 可是他牆太高了 他過不去那個牆 他夾到他啾啾的 欸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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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一起來 三隻一起來 三隻 來把錢還給我 我們要回台灣了 小小的總結一下這幾天的季州島之旅 我們第一天到的時候只剩晚上 那最後一天呢 我們是直接只有大飛機的行程 所以最後一天是不算的 所以這五天內呢 是五個晚上加四個白天 這個組合意外的 可以玩得很完整 首先呢 就是我想講一下我們的交通 我們其實原本有辦理國際駕照 本來打算要在這裡自己駕車自由行 這樣子 想一想好像會很累 後來證實真的會很累 因為有幾天的行程是其實要開比較遠 然後又要很早起 像我們在車上就是 完全碎死的狀態 高車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推薦 而且在車上啊 你就是可以好好的休息 然後下車就吃東西跟玩 很重要的一點 是因為他們這裡不是用Google Map 所以很少地址是 真的你用英文可以查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不會韓文的話 自己駕車其實也會有困難 因為你在找餐廳啊 找地址啊 你不會輸入韓文的話 你可能也找不到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行程就會很崩潰 包車 大推 那再來呢 就是吃東西的Q粉 吃東西這邊真的就是充滿了海鮮 所以如果你很愛海鮮的話呢 就會非常的快樂 喜歡辣呢 也會非常的快樂 豬肉 非常的好吃 不過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跟我一樣喜歡海鮮的味道 沒有吃到醬蟹 是我有一點想法的遺憾 沒關係 我下次還會來 因為我覺得冬天跟夏天完全是玩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夏天還要再來吃吃醬蟹 這幾天的餐廳都還蠻符合我們的胃口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財壘 住宿的話 前兩天有一點點後悔 我們沒有訂海邊的飯店 總結下來 我如果再來一次 我還是會選擇在機場附近的飯店 原因是因為 季州島它要繞一圈玩嘛 機場呢 它就剛好在北邊的中間 我們要去南邊去西邊去東邊都剛好非常的近 如果你今天是住在 雅越海岸就是西邊 你要去東邊就可能要開兩個小時 最後我還是覺得住在市區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季州島 然後想要體驗整個季州島跟我們一樣的話 住在中間非常的好 這樣呢就是我這一次 季州島行程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那整體呢我覺得這一趟旅程 我自己安排的行程 我覺得給有點高分 我覺得這一趟有4.5顆星 如果大家來季州島一定要看這支影片 因為我個人覺得我行程安排的非常棒啦 好啦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另外的兩支影片也都有送的物 大家記得要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到這邊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